這樣一個檔案就 如果您 覺得 因為一次刪掉的非常多 您按選項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 詳細列表就檢視模式我們把它變成所謂的數狀 數目狀的那就跟檔案總管一樣 你看一下確定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比較確定 我是在哪一個資料夾弄掉的 你就從這邊來找 比如說你如果勾這樣 搶救回來就是這個資料夾 就這個資料夾 這次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做的 那我現在把這關掉囉 我們 馬上來跟大家示範一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在各位0203那個裡面 那我現在呢 就真的來試看看喔 比如說你看我從這邊 綠色軟體面我比如說我在找 這個好了 我把它複製 我真的拿到D詞碟把它貼上 現在是不是有了對不對 我把它刪掉 我這邊特別用中文名稱要給你看 因為另外一套的好處就是 他針對 就中文的部分 一般我們刪掉檔案的話 如果你有中文的 他那檔名的部分他會稍微就是會變成 就是數字或者是英文 那這一套他就可以保留 你看我把它刪掉按Delete 現在丟到垃圾桶 那麼 我們 去進到垃圾桶 是不是在這裡 按右鍵 這個沒了 刪掉 垃圾桶裡面沒有了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找看看 那剛剛那個呢 在各位的 這個 裡面有 我們這邊 0326裡面 有沒有一個這個 也是一個檔案而已 執行他 執行 那我現在呢 你一進來會看到這樣 我就掃描D潮 因為我剛剛放在D詞碟 馬上 有沒有找到 7zip 就是這些 就這些檔案 那因為我剛剛是丟到垃圾桶裡面 在離開的所以他這個 就變成這個名稱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我丟另外一個 我丟另外一個 比如說裡面 我在找 螢幕放大 把它複製 那一樣我把它丟到D詞碟 可是這次我就不要經過垃圾桶 我按Shift按Delete 這樣垃圾桶裡面沒有 沒有的話我們來看看喔 再重新再 請他再分析一次 有沒有發現 中文有沒有出來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檔案是中文 他也顯示的出來 只是因為我剛好現在檔案都不是中文的 因為我想 平常老師用中文命名的機會 應該還蠻多的 好那你就 不要客氣啊 這樣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 就可以馬上把它 Undelete 把它救回來 那至於說你一定要救在 哪裡這邊 這個資料夾就您自由選擇了 還是那個原則啦 從低潮救回來 不要放到低潮 那這樣的話 您救回來的機會就比較高 所以這樣 表演過之後 各位老師應該知道 如果要 萬一有學生做壞事 事實上可以救回來 自己要做壞事 一定要徹底刪除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我之前其實 我把換一千換給老師 因為我之前剛好有個家庭學生 他是那個 那個回展壽司的老闆 那他的那個 就是 員工 有一個他請來的企劃人員 他用他的電腦 拿他共識的檔案 在幫另外一個老闆做事情 然後 離職之後 電腦不還他嘛 他就 可能他要一些時間 把那些檔案刪掉 結果 他拿來想說奇怪 為什麼我公司檔案都不見了 然後我們就用一些 還原軟體把它還原 他才知道原來 他在我這邊上班 領我的薪水 在幫別人做事情 然後就告到法院去了 所以後來 怎麼樣我就不太清楚 只是說 所以 不要做壞事啦 但是 就是 檔案刪除 其實 外面也有那種工具 是徹底刪除的 也有 也有那種徹底刪除 只是那個不在我們的 範圍裡面 我們希望說 我們這種 部分就是 把我們不小心的 趕快把他救回來 好